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地球生病了 遭殃的必定是人类和生态环境 百万物种生命并危 环境专家列出的研究数据显示 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 导致地球能量失衡加剧 在过去50年里 地球系统不断积累热量 使到海洋 陆地 冰冻圈和大气层持续升温 由于野火 洪灾等极端气候灾害频传 国际环保人士号召全球50个国家的民众 在9月15号到17号期间 举行超过500场集会 要求各国政府逐步淘汰化石燃料 以挽救日趋严重的全球暖化危机 伦敦示威者高举各种标语牌和旗帜 拉起布条上街游行 要求英国政府终结化石燃料经济 I don't believe there should be any new projects drilling for oil we have reached capacity we don't want to be there are other alternatives and we need a really fast and fair transition to a better future for everybody It's just not taking the action it needs to take to stop and to mitigate climate crisis now they're granting licences for more fossil fuel extraction 股声充斥着伦敦街头 爱丁堡民众也没有闲着 同样以行动表达环保诉求 结束化石燃料时代的口号不绝于耳 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将在11月30号到12月12号登场 气候目标是将全球升温 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的 摄氏1.5度以内 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 紧急扩大对气候适应的投资 预计到时会有超过80个国家 计划在会议上推动一项 逐步淘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 全球协议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